对不起老天爷 虽然我知道他很伤心 可是我实在不能放弃视线 玉贤 其实 玉贤终究是没办法放手 只能祈求老天爷能保佑长平能够开心平安 面对如此善良的长平 玉贤无以为报 可没想到童母所处的招人却坏得彻底 为了讨好田飞 不惜出卖自己的母后 在田飞面前姚维起怜 换来了能在田飞的寝宫沐浴 起料一番臭美之下 一不小心就把田飞的香油摔烂了 还以为深受田飞的厚爱 直接承认是自己摔的 没想到田飞却怒善招人 你以为你是什么 你不是一只像我摇头摆尾的狗啊 招人心里不爽 刚好海公公来找周后 因长平的善良 把埋藏在心中多年的秘密向周后诉说 原来当年田飞早有计划 要是生的是女儿 就直接让人毒死嫁祸给周后 起料生个夭折的皇子 更是借机嫁祸周后毒害 而这一切都是当时在场的公女业敏 告诉海公公的 可虽然海公公道出一切 却不愿意为此作证 周父和招人是一门心思的决定要犯案 没想到周后却不想再继续追究 只想一家平安快乐 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 难道还不够吗 你不为自己也该为我们着想啊 没想到周后反手对着招人又是一巴掌 招人更是不爽 不管怎么样 招人想要的生活并不是这样的 为了让周后找田飞算账 不惜用苦肉机让周后相信 就算不找田飞算账 也会被田飞迫害 周后为了保女儿们平安 决定与田飞斗上一斗 为了翻案 周后千辛万苦地找到了 当年在场的公女业敏为其作证 没想到业敏不想多事 当年就是因为知道的太多 差点连命都没了 搞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可周后对其如女儿般的照顾 也不勉强 使得业敏决定冒死为周后翻案 其料太后得知周后要翻案 大怒 原来当年此案是太后审理 岂能让周后推翻 招人见词 马上与周后撇清关系 我就劝过她好几回 可是我一说 她就一连打我几个耳光 太后文言更是暴谋 正当周后准备好一切 准备为自己翻案之时 没想到太后上来就是一巴掌 招人更是为了自保 在太后面前做足表现 你别老想着报仇嘛 难道你还没把人害够吗 而太后根本不管周后有没有证据 连证人都不见就下令处斩 请太后收回成命 挨着说斩就斩 斩